接下來我們看寡占市場 基本上會出現這些 有的那個名字 因為各位知道在19世紀以前 歐洲的文明是發展的最先進 在更早更早唐朝的時候可能是中國 所以你可以看到經濟學很多名字 這些名字是歐洲名字 到20世紀當然是美國 現在看起來是20、21 我們看一下這三個字怎麼唸 Oligopoly 這個是法國 Do we have the correct Couverno Hertrand 什麼是寡占呢 就是說它有一個有限制的數目的公司 競爭去提供 相同或類似的產品 我們剛才講的石油 電化 這都是 在Couverno 這個模型裡面的競爭的是量 在Bertrand這個競爭的是價格 常常見的兩種競爭的方式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利用前面 這個 Nash平衡點的 或是Nash平衡點的概念 導出 這個平衡點 Equivra 這是 負數 IM 是 單數 加A之後 把M去掉 加A變負數 分析它的性質 然後研究 產生了這個結果的意涵 對個別的公司 還有整個市場 什麼影響 所以我們利用前面講的理論基礎 來分析這個 不過各位注意到 這個在Nash平衡點出現 之前就已經有了 在18世紀 對不起 應該是19世紀就已經有了 這個來確認一下 各位可以上網找一下 也就是說這個在 20世紀之前就已經出現了模型 用來建立經濟學模型的 這兩個很有名的這個模型 這當然是兩位經濟學家 只不過Nash做的事情是證明一個 一統的理論 所以以後這個平衡點就叫 Nash Equilibrium 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概念上不要搞混 靜態的 假設它是一個階段的 一個靜態的 競爭 就是 這個 公司 同時 這個Sumotaneous 同時 做決策 Next Decision 所以呢 X1是第1公司的產出 Xn是第N公司的產出 N個公司 然後總計的產出就是 X1到Xn 然後假設呢 你的編輯的 我們在上課有講過編輯的 就是生產一個額外的單位 所需要成本 編輯成本 編輯成本是C 所以你的需求呢 是你的總產量 然後這個A-P 假設是線性的需求函數 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你的價格 這是你的需求 當需求為 價格為0的時候 你的需求這個地方 那是A 當你價格是A的時候呢 需求為0 線性的函數 為了方便呢 分析起見 那我們上課也說明過 我們利用統計學 得到這樣一個 線性的需求 不一定是線性 但是如果是線性也可以得到 非線性也可以 所以我們把它做一下事情 把這個P移過去 把這個X移過來 意思就是說 產量增加了 你的價格 就會下降 對於第1個公司 因為現在N個公司 第1個公司 它的 償付 Payoff 函數 可以說什麼呢 這個呢 是你的生產量 這個是你的價格 所以這個是你的收入 然後減掉你的什麼 成本 這是你的利潤 但是經濟學家 有時候叫Payoff 償付 泡償的償 支付的負 好 那這個也是 要用偏微 這個 我看起來很可怕 意思就是說 我們對 XI這個變數 做偏微 那為什麼需要偏微 因為你 好多個變數 一般的微分 是一個變數 但我們現在 兩個變數以上 就要偏微 那你得到這一個 那詳細內容呢 這個 有心理同學 我來教你 好 那你呢 去解這個N個 年利方程數 你會得到一個 平衡點 那這些每一個 都是相等的 所以它稱為 對稱的 剛剛好 你去解這 方程數 N個方程數 所以呢 市場的 初心的價格 等於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 平衡點是一樣的 對不對 就是你最終的 最佳的生成量 為了你自己好 為了你公司自己好 所以呢 就是你的價格等於你的 A減需求曲線 那各位知道呢 因為呢 每一個都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變成N倍的 其中一個 所以價格等於你的 總 這個A減掉 N個 X 的這個 信號 信號代表最佳的意思 好 所以你的 市場的 出清價格 這價格等於 A減掉N個 X對不對 那我們說 X等於他 把它帶進來 好 做一下這個 化解 這個步驟 做一下化解 各位可以化一下 就知道 這個是正確的 那我們接下來要解釋 跟你講說呢 你的A 因為 我們前面有假設過 A大於C 所以我們知道 這東西大一點 所以代表說呢 你的 這個市場的價格 會大於你的成本價 這是好事啊 反正沒有利潤 對不對 但是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當你N很大 虛性無性大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這樣 接近你 代表說你公司 越多 大家拼命的生產 根據市場的供需 價格自然而然會下降 而且接近你的成本價 有沒有 所以呢 老師昨天呢 在網路上放了一篇 這個商業週刊的報導 講的就是這種情況 大家拼命的 蓋很大的這個 船 到時候需求 另外一個當然是因為需求崩壞了 第二個因為你量大了 所以大家砍價 價格就會開始下降 所以呢 你說這個模型有沒有 預測就是這樣的行為 那每一個公司利潤呢 長這個樣子 你再帶回去 利潤函數 這個也跟你講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你有沒有利潤 有啊 A-C平方 但是呢 除以N加1平方 N公司越多 N代表公司 公司越多 越競爭 利潤接近0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是 我們在 上禮拜有講過 的利潤 這個是 一加公司的利潤 這是N加公司的利潤 所以總利潤會小於 獨佔的 獨佔的 那個比量 那個0.22 兩家的公司 他的利潤 就是你這個 獨佔的 反而是89 三家公司的利潤 然後他的 三呢 三家公司的利潤是0.1875 那是獨佔市場0.25的 反而是75 所以你看越多的話 你看這個 比例呢 就越小 所以獨佔的 市場的利潤是最高的 意思是這樣子 你的加速越多 你的利潤 總利潤越小 在我們那個例子裡面 我們假設A-C-B 好 那個靜泰的一次的 Bertrain 這個模型 兩個公司 相同的 編輯成本C 那第一個公司的需求函數 如果呢 你的價格比對方小 那你的會 佔的 所有的需求 那如果你價格比對方高 假設這兩個成品是一模一樣 你就開在對面 結果你 對方賣20塊 你賣 19塊 你就賺得所有的 假設對方賣20塊 你賣21塊 兩個甚至在隔壁對不對 那 顧客當然是買對方的 因為你兩個科學一模一樣 好那如果兩個價格一樣的話 我們假設呢 它的市場佔有一半 所以第一個公司的利潤 是甚麼 等於你的 需求函數 然後呢 乘上你的價格 減掉你的成本 它的 那內許的平衡點呢 是甚麼 Equivian 是甚麼 兩個價格呢 都會定價 都是10 為什麼 因為如果第二個公司 它的價格是P2 P2大於西 那麼第一個公司呢 就會有動機 定這個定價 P1呢 是 等於對方的價格 但是 小一點點 所以是減掉 Delta 很小很小 然後收到 所有的 需求 那當然呢 第二公司也不會那麼笨啊 它就 又比你小一點 那第一公司又比它小一點 一直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所以到最後兩個怎麼樣 都會定價 等於西 所以呢 很慘的事情 如果你是以價格來競爭的話呢 它的 內許平衡點呢 是甚麼 不過這個我前面講過 Bertrand這個呢 那時候呢 內許還不存在 但是這個是用來分析 經濟學模型 但是因為 這個我們前面講過 因為內許這個定義太厲害了 所以它證明了 不過 所以它證明 所以我們用現在內許平衡點 這個結論是它都是0 利潤 不過呢 還是要補充一句話啦 你也覺得很奇怪 老師 你前面講的是內許 講的是 離散的 是有限策略 這個策略看的價格是 延續的 我們這門課沒有教 後來的經濟學家又開始證明了 連續的也可以 什麼時候會存在 經濟學家又開始證明了 所以有些經濟家也在證明 數學 這個呢 就超出我們這門課的範圍 這個本身可以開一兩學期的課程 我們就介紹而已 那如果你的成本價不一樣 西一小西二 那麼呢 你都會定成比較高的那一個 所以你的低成本的那個價 公司 會得到一個正的利潤 因為P1呢 你的價格會大於你的成本 但是高成本的公司 你的利潤 就是很慘的事情 那我們在做這個推導的時候呢 後面有一些假設 假設你沒有 容量的限制 這當然是一個假設 如果有行為又不一樣的 經濟學要跟你講 如果有產能限制的話 那又怎麼樣 又出一篇論文 那公司呢 有固定的 編輯成本 如果不一樣 那會怎麼樣 那又是另外一篇一個研究 需求模型是確定 如果是不確定的 隨機的 那又是另外一個研究 或是好幾篇研究 那產品呢 是同質性的 而且相同 沒有 差異化的 相同 跟有差異化 兩個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 泡沫紅茶 雖然都是泡沫紅茶 但是你喝起來泡沫紅茶 就是很 味道就是不一樣 就是所謂的 差異化 我們假設 都是相同的 同質的 如果不是 就是有差異化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研究 好 只有一個 而且只有一次的機會 有策略上的 交互作用 那如果 你要延伸這個呢 就所謂的 重複性的 互動 針對這個 差異性的 跟重複的互動 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後續的一些 研究的這個結果 讓同學了解 產品的 Differentiation 差異化 假設呢 你有 總個顧客的數目 Lumber Number Ber 假設呢 第一個公司的價格 跟第二公司的價格 分別是P1跟P2 假設呢 你顧客 你呢 他有一些屬性 喔 譬如說呢 泡萌茶 可能是他的味道 香味 啊如果是 珍珠的話呢 甚至Q彈度 還有呢 這個他的這個有沒有這個 這個好不好吃 口感好不好 這是所謂 描述呢 這個屬性 這個產品 這稱為屬性 行銷學 也是經濟學的 然後你用一個 U來代表 然後這個呢 在 經濟學裡面 或是行銷裡面 常常用一個模型 你呢 買這個 I產品的機率 長這個樣子 其中P呢 是你的價格 I呢 是D I的產品 I是1 或2 所以如果是1的話 這個就是P1 如果這個地方是2的話 就代表 第二個產品 的價格 他的這個 這個是他的 買的機率 只有兩種產品 這個是指數函數 油拉數 然後這個指數函數的 負Pi儲上 mu 這個這個 這個模型呢 很多人用 原因是因為他描述呢 人類的消費行為 非常的準確 這個是我微積分的講義啊 當然後來沒有教那麼後面 因為同學覺得太難了 他利用什麼呢 去調碼掃描資料 抄襲市場 利用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模型 去估計 而且預測呢 非常非常準確 但是預測你 到底會買哪一種咖啡 非常的厲害 好 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所以基本上呢 我在跟你講說呢 如果你要了解深入的消費者行為 有時候需要一點這個數學的機制 所以商學院的同學為什麼要學微積分 另外呢在某個地方 如果你要研究很深入的時候就需要研究 好 接下來 如果你的mu 去進一零 那各位知道這個mu是在分母 如果覺得很小很小很小 變成分子變很大很大 那各位知道呢 指數還數的圖形 畫在這個樣子 所以當你這個 所以當你這個p 這個是你的p 當你這個很大的時候呢 這個怎麼樣 就會變得很小 所以就說一點點的價格變化 就會影響到消費者的行為 他意思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mu mu 不是mu 對不起 mu 如果去進一零無限大 代表說呢 你的這個變化 不會有什麼影響 相當的不靈敏 價格 然後你買每一個產品呢 大概是 一樣的激烈 我們看一下例子真的是這樣子嗎 好 我們的假設的價格是 第一個公司的價格是 第二公司的價格是 然後你mu是0.01的時候 你看 你只會買第一個產品 因為他對這個價格很敏感 如果你mu越來越大 比如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到這個100萬的時候 你看 各買各的機率 0.5% 這個就是我剛才那個公司 算該給你看的 所以就講說明了 我們剛才上課講的這個 剛才講那個同一篇的 理念的這個結果 好假設你的生產的這個 編輯成本是C 你的固定成本是K 固定成本的比如說你 你那個這個這個 開店 不管你今天有沒有做生意 你就要給員工的薪水 他就是固定成本 所以你的利潤函數呢 就是什麼 這是你的 這個是你的總 總顧客 這是你買的機率 所以這是買的人數 乘上你的單位的 售價 減掉你的成本 這是利潤 這是你的單位 利潤 所以 總人數就是總利潤 減掉你固定成本 一樣呢 你可以做微分 假設數學有點複雜 因為有指數還數 又有相處 我們不會講 有心理同學可以研究一下 順便練習一下 你真的 我已經有學會嗎 總而言之你得到 這個最佳價格 長這個樣子 這是結果 所以跟你講的 這個平衡的價格 大於你的邊際成本 這是好處 而且呢 你的價格敏感度 就是 越大的時候 你的價格呢 越高 這是好事喔 如果你的顧客對價格不敏感 的時候 你定價的空間 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呢 你的公司為什麼 Strive 為什麼那麼努力 Strive so hard 其實它產品有差異化 跟它同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真實世界裡面 如果沒有差異化就很慘 對不對 像筆電的代工 會做了很多 你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大家能夠拼 價格 壓得很低 因為沒有產品 你說這產品沒有差異化 那Uber呢 現在也面臨到這個困難 你可以看一下 面臨到一個很強大的競爭 因為它ABV 分派 那這個基本上呢 如果呢 你這個 差異化不到 也是別人可以做出類似服務的時候 那你怎麼差異化 那你價格跟價格 那就很慘 對不對 所以 各位呢 講那麼多 就是跟你講 你要想辦法 如果你要當老闆 那想辦法是你的產品的差異化 你的價格才不會太低 如果價格太低 你的力量就變得非常非常低 這是你要學會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上一集 各位跟你講說 為什麼Game Theory 會用在商業的策略 因為他給你指導你很多的 商業的行為 而且呢在 跟你現實生活中 又很貼切 是